你总是能随时注意到周遭环境的每个细节吗? 如果是,那么你一定注意到 所有的飞机在一侧的机翼近处都有一个绿灯 而另外一侧呢,则有红灯 为什么它们是不同的颜色呢? 我们来一探究竟吧 这些高强度的红灯和绿灯 以及位于机尾处的白灯 便是飞机的导航灯 红灯总是在左翼 绿灯则是在右翼 这些导航灯总是开着 其主要目的呢 就是向天空中的其他飞机发出 我们这架飞机精确未知的信号 假如一架直升机的飞行员 在晚上看到它们的面前有红色和白色的光 它们便可以知道有一架飞机 正在从右边向左边飞行而过 而绿光和白光则代表飞机从左向右飞行 同时看到红光和绿光则是一个警告了 表示有一台飞机正在朝着直升机飞来 如果只看到白光 则代表飞机和直升机的方向相同 或者它正飞向别处 这些光色的组合可以帮助飞行员 避免与其他飞机相撞的可能 除了导航灯 飞机的机身上下都设有红色旋转信号灯 当它发出闪烁的红灯时 便是在警告地形人员 以及其他飞机 此飞机的引擎即将启动 危险无尽 但飞行员在起飞后仍然将它开着 则是因为这能增加在空中飞行时飞机的能见度 就跟汽车一样 飞机也设有大灯 以协助飞行员在着陆和起飞的时候看到跑道 滑行灯位于机头 以照亮跑道 着陆灯则位于机翼下靠近机身的地方 两者的用途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着陆灯能够帮助飞行员在转弯的时候 有更良好的视角 在起飞的过程中 当飞机飞到3000公尺高的时候 着陆灯就会被关掉 当飞机降落的时候呢 飞行员会在同样的高度再次打开着陆灯 但是当你发现有一架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什么光呢 这些是安装在翼间的白色闪光灯 为了让一架飞机可以在几英里外就能够被看到 这些闪光灯通常不仅非常的明亮 而且他们还闪烁个不停呢 好了 现在我们解释完所有会闪动的灯光了 但飞机上面还有很多 具有一些隐藏的目的 和甚至连对最有经验的旅行者 都能造成一些疑问的 不那么明显的东西 例如 为什么飞机的引擎上有白色的螺旋纹 这些螺旋依据飞机的不同 有不同的大小和形状 并且能够起到保护地勤人员的作用 你可能以为震耳欲聋的噪音便足以警告他们 飞行员已经启动了引擎 所以接近该地区并不安全 但他们往往带着听力保护器 此外 如果地上有数架飞机 紧紧地靠着耳朵也很难判断 究竟是哪一架飞机即将要起飞 看到飞机引擎上面那些令人昏昏欲睡的漩涡 地勤人员便会知道 是时候该离开了 为什么飞机的窗户上有洞呢 若你仔细看看飞机上面的任何一扇窗户 你就会发现它由三块玻璃片所组成 而中间的则有一个极小的孔 当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机舱内外的压力有着很大的差别 外层承受的压力最大 而中间的那个小孔呢 则可以帮助调节压力差 确保乘客不会缺氧 同时 由于机内外的温差很大 这个孔还可以防止窗户被雾气覆盖哦 为什么机翼上面有挂钩啊 飞机上的某些紧急逃生口在机翼上方 这代表着乘客们必须踩在机翼上 才能够到达逃生滑梯 但如果是在紧急水上迫降的情况下 那么机翼表面会变得很滑 这个时候那些黄色挂钩呢 就派上用场了 机组人员会将绳索的一端固定在门框里 另一端呢则透过挂钩固定在机翼上 另一根绳索呢则固定在第二个孔中 让乘客们在前往冲气滑梯的时候 可以抓住这些绳索哦 在飞机上有可能获得额外的空间吗 有的 但前提是 你得要先幸运地坐到靠走道的座位上面才行 座椅上 靠近走道的扶手下面 有一个神奇的按钮 可以让你的旅程立刻变得更加舒适 按下它后 你便可以自由地移动扶手 让它跟你的椅背平行 然而 这个按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你能够在紧急状况下 快速又轻易地逃生 你知道这个秘密功能吗 请在留言区里面告诉我吧 为什么飞机起飞和降落的时候 灯光会变暗呢 当飞机在晚上或黄昏起飞或降落的时候 机组人员会希望你的眼睛能够适应黑暗 通常呢 你的眼睛需要长达30分钟的时间 才能完全适应黑暗环境 所以调暗舱内的灯光 可以缩短这段时间 若一旦发生任何紧急情况 或者突然要疏散 你的视力则将已经处于调整好的状态 被照亮的路径呢 也会显得更加清晰可见 然而白天时也会有调暗灯光的行为 以节省引擎动力 为什么飞机会在天空中留下白色的轨迹呢 这些白色的轨迹看起来很像烟雾 但实际上这主要是引擎燃烧时所释放到大气中的水和二氧化碳 在高海拔地区的冷空气呢 会凝结 甚至是冻结 飞机所排出来的热气 并会形成那些所谓的白色尾巴 基本上呢 它的原理和你在天气冷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呼吸 是一样的 飞机舱门在飞行途中能够开启吗 如果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 让你在飞机即将起飞的时候感到担忧 那么就让我来消除你的恐惧吧 这是不可能的 舱内压力呢 会让舱门无法开启 如果有人想尝试开启 则它必须克服10900公斤以上的压力 给你个概念啊 这是20只北极熊 或者6辆汽车的重量 你想知道北极熊有多重吗 别傻了 除了压力以外呢 还有深藏在飞机结构内部的锁紧螺栓 将舱门紧紧地连在一起 在闪电中飞行安全不安全啊 一般来说呢 是安全的 因为标准的商用飞机 有抵御雷级的射击 它们的防雷系统可以防止电流机具 然而统计数据显示 每年每一架商用飞机 都会被闪电给击中一次 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这只会对飞机造成轻微的损伤 比如说飞机表面的胶痕那个样 为什么有些飞机中的座位和窗户 并没有对齐呢 事实上 所有商用飞机的座椅和窗户的排列 设计的都很完美 但当某家特定的航空公司买了一架飞机 航空公司便可以自由地决定 要设置多少座位 通常航空公司会选择增加更多的座位 因为越多座位代表越多人 越多人代表越多的零食 不是 越多的钱 这就是为什么你最终得到的 往往是一个无法享受天空美景的狭窄空间了 飞机上面最安全的座位是哪个呢 大多数的航空公司坚持并没有最安全的座位 但是飞机失事的统计数据 支持了飞机后面的座位比较安全的观点 飞机尾部附近的乘客 在坠机事故中生还的几率 比座位在较前排的乘客高出40% 如果你想要一个更具体的答案 最安全的座位便是后排的中间座位 为什么空服员要如此频繁地触碰头顶的行李舱呢 你可能以为他们只是在检查 行李箱是否关紧了 但是并非如此哦 他们是用隐藏的扶手来保持平衡 它呢就位于头顶行李舱的底部 下次你去使用洗手间的时候 把你的手指塞进去 这样一来 你就可以沿着走道走得更稳 而不会不小心地去抓到其他乘客的座位哦 谢谢 空服员睡在飞机上的哪里呢 许多航班的机组人员都有秘密的 没有窗户的内含6到10个床铺的卧室 他们的位置可能因飞机而异 但通常就在头等舱的正上方 驾驶舱的后面 要到达那里呢 机组人员会使用隐藏在驾驶舱附近的 一扇门后面的楼梯 但在某些飞机上 机组人员会使用一个 看起来像典型的头部行李舱的特殊舱门 以进入休息区 根据飞机的不同 某些飞行员也会有自己的私人头顶休息区哦 最后 他们是如何把那些大型橡皮机扭得那么厉害 让螺旋桨可以旋转的呢 嗯 这个是连我们也无法参透的高度机密哦 开玩笑的啦 哎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一些新东西 请给我们这部影片一个赞 并且跟你的朋友分享吧 我们还有其他 我想你会喜欢的影片 只需要点击左边或右边的影片就好了 请持续锁定在我们亮生活频道吧 我们下期再见